家門前找幾包就是找不到停車位 白衣駕駛瞥見沒法店門口一輛黑車 居然一口氣暫停好幾天 自己住附近卻沒車位停 忍不住立志線斷線 炒起路邊兩塊磚頭開砸 一下兩下狂丟十一下破窗泄分 這支網裂痕 打到佔據擋風玻璃二分之一 中間一個不小的洞能直接透視車內 就連後擋風玻璃也遭殃 林姓男子車被砸爛 報警一查白衣男身份 就是附近的王姓男子 不過黑車到處停 街坊早有怨言 事發在新北十三重雙圓街 被砸車的林姓男子 從事資訊工程業 去台中出差前 把車停在沒法店前 也不管別人要不要營業 把人家店門口當自家免費停車場 而這一停就是三天 非常惡劣 他是有好幾台車的時候 他會停車來換 要門口人家有的停 他就停了 分局那邊的叫他來處理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處理 因為人家在這邊停了 差不多一兩個禮拜 民眾一直通報 他也不來牽車 附近住戶天天口里長投訴 說林姓男子疑似開三台車 輪流站位 門口亂停車 狠氣 但打給警察也無可奈何 他要停就是要停 耍無賴 大家都拿他沒轍 這張正銘曬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